在三国演义之中 刘备的五虎上将 可以说是出见了风头 特别是关羽 张飞二人 他们更是连受攻打吕布 关羽斩炎良 朱文丑 过五关斩六将 其曝光度完全不亚于现今的网络红人 然而刘备的五虎上将 在正式之中根本不存在 他们只是罗冠中赌赚的 而曹操呢 他可真是有五子良将的 并且每逢大战五子当先 除了余剑晚节不保之外 其他四人也都是精英大将 今天呢 主要来对比一下张飞 与曹魏五子之一的大将张和 他们二人到底谁更厉害 因为在关渡之战中 袁绍错误采用战略 放弃袭击击曹操良草 反而去攻打其中军大营 张和发现袁绍战略严重错误 如果战败 自己肯定会和田凤一样 落得个身手异处的下场 于是张和灵机一动 选择投奔曹操 张和弃袁绍 而投奔曹操其实对他个人来说 绝对是一个明智之举 不信你看袁绍战下在大将炎梁 文丑 还有高揽他们都是什么下场 曹操本就听闻张和是一人速将 白和偏将军 丰都亭侯 足见曹操的诚意 随后张和跟随曹操身边南征北战 那么张和个人到底有哪些战绩呢 在张和投奔曹操之后 曹操便把部分军队交给张和来掌控 当时正值官渡之战后 曹操正忙着肃清袁绍力量 对付残余援军 由此一来张和便有了用武之地 曹操带着张和攻打叶城 张和立功 随后张和又跟随曹操攻打袁潭 张和独自完成对雍奴的包围 并且将他们打败 在白朗山之战中 张和再次立功 彻底将袁氏力量缴除 由此张和被升任为平底将军 短短时间之内张和便一再高升 同关之战马超任意妄为 作为主将的张和 在禁败下阵来之后 便立即冲上前以马超厮杀 在交手三十个回合之后张和回军 由此可见 张和的武力职也不会太弱 不然怎么可能在马超的枪下活命 后来曹操利用离剑计 瓦解马超 寒遂二人 最终张和配合曹操率兵打败马超 寒遂等 更有意思的是 当时张和率军赶到卫水 正好遇到了马超的底 枪数千金尾 但是马超呢 看到张和之后 竟然选择不战而走 马超这个西凉大将 无论在什么时候 他何曾有过如此丢人之举 但是面对张和他却不战而走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张和极善利用底刑 排兵不振 相信马超恐怕也并非张和对手 毕竟两军队员并不是个人厮杀 张和生平两大战功 第一就是汉中抗击刘备 第二就是接亭打败马素 让诸葛亮北伐无果 公元218年 刘备率军进攻汉中 当时张和主要负责防守广师 为了尽快拿下汉中 刘备亲自率军进攻张和 当时刘备手上有精兵万余人 但是却没有很快拿下张和 而且反被张和打得有些被动 刘备也只好写信给诸葛亮 信中刘备要求尽快发兵支援 确保战事顺利进行 诸葛亮当时非常头痛 一来因为传说留给他的守军 本来就不多了 二来从成都出发到汉中也需要时日 在诸葛亮犹豫补绝之时 蜀汉官员杨红便建议道 汉中乃一周咽喉 如汉中 则一周难保矣 诸葛亮这才火速发兵支援刘备 于是在刘备得到援军之后 便采纳了伐阵的建议 烧毁路角 先烧张和锁部 然后因夏侯渊分兵来援 最后趁着这个空隙 黄中便斩了夏侯渊 张和抗击刘备 在主将夏侯渊死后 暂时带率保障曹魏兵马最少损失 堪称曹魏良将 公元228年 诸葛亮第一次北方 本来利用升东击西之计 已经占据南 天水 安定三成 只要马素堵住接停 北伐战事便能顺利进行 但是马素却被张和打得满地找牙 索性无当非军老大王平 马素才没有当场被升起 总之 张和抗击刘备 力败马素 阻碍诸葛亮北伐 一度成为刘备 诸葛亮的克星大将 在诸葛亮第四次北伐之时 诸葛亮让魏延 也由张和进入木门岛 最终将为才能放肩射中张和 说完张和的战绩 再来看看猛将张飞的战绩 他的实力到底能不能跟张和较量了 提到张飞 相信不少朋友会说 当年张飞独占吕布也就足够他吹一辈子的牛了 但是在正式之上 张飞是没有干过这件事情的 比较尴尬的是 张飞把徐州丢掉了吕布手中 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正式之上 张飞的第一战绩又是什么呢 很简单就是刘备驻扎在新野之时 为了唬住曹操张飞上演居水断桥的情节 当时情况非常紧急 前面有刘备 诸葛亮 还有许多百姓 而大将赵银去寻找刘备的家乡 关于又前往江下搬请救兵 说白了刘备当时手下也就只有张飞一人可以调用 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 张飞单人独起立于当阳桥之上 后面骑兵来回跑动 扬起无数尘埃 制造假象 曹操不将看到张飞单人立于当阳桥 都不敢小视张飞 而曹操呢 此前便听关于说过 张飞武艺远不在他之下 于是曹营众人更加不敢小看张飞 随后张飞大喝三声 当场喝死夏侯姐 曹操担心中计 一行人马只能暂时撤退 据水断桥 乃是张飞第一战功业 若不是张飞恐怕刘备 诸葛亮已经成为曹操的列伍 即使关于率救兵前来 同样也是无济于事 公元213年 张飞 诸葛亮 赵云等领荆州兵路川增援 张飞到达江州 老将严严拒步逃降 于是张飞便以假乱真之计 把炎炎转到手 随后炎炎又亲自做功课 让川鼠数十小城全部投降张飞 由此一来张飞成为攻下西川的第一功臣 张飞平定八局 八息两局 其速度甚至在赵云之上 除了运气好之外 还要感谢当时张三爷超高的时 用人标准 倘若张飞当时斩杀了炎炎 恐怕三爷不会这么快就破了暑将的防守 甚至会搞砸刘备的整体行军进度 公元215年10月 张河进犯巴西军 巴西正是张飞在镇守 张河的目的就是想把巴西军的百姓牵走 曹操这一招可以说是非常高明 明知道刘备这边急缺户口 百姓 如果被张河牵走百姓 刘备的川中人口就恐缺了 而刘备呢 当时也没有放松 他亲自率领军队在江州主张 另外加派张飞在浪中 进攻张河张飞也是十足的猛将一个 而且当时刘备是给张飞加派了兵力 张飞当时一共有万语精兵可攻其调弄 而张河呢 他手上只有五千人左右 为了尽快打跑张河 张飞这次也不再玩单人打河的游戏了 直接利用手上的这万语精兵 让他们从其他的山道出击张河所部 张河虽然善于利用地形进行部队实战 但是当时的山道过于狭窄 张河军队前后不能呼应 于是很快被张飞的突击队打败 张河也因此狼狈而走 在巴西之战中 以张飞的胜利而告终 但是明白的人都清楚 当时张河之所以战败 完全是受地形影响 公元218年 张飞和马超联手 打算出击武都 阴平两军 然而不巧的是张飞的战略 却被曹修看破 很快曹魏大将曹红 曹修 曹真便结合起来共同对付张飞 马超二人 由于张飞 马超的兵力不足 很快被曹魏军队打得大败而走 其中乌兰 雷同 任奎等将战死 张飞 马超只能狼狈而逃 张飞不管怎么说 都是一个老司机了 但是最终却被实习大将曹修给打败 能说明什么问题 相信不用多说 历史上的张河 以巧便为称 可以独自带兵团 配合大部队作战 而且有抗击刘北 打破诸葛亮战略的战绩 而张飞呢 除了距水断桥让刘北一行人可以短暂避险之外 在巴西之战中取上乃是因为底型 还有兵力皆优于张河 除此之外 张飞的武艺 与张河相比也是半进的八两 看不出来多大的优势 而古代打仗 一向追寻的是一帅难求 三军一德的主张 因此张飞 张河相比他们二人 根本不是同一级别 张飞擅长突袭 而张河呢 更加适合做一方主将 竹帅 再者 张飞还有一个重大缺点 就是喜欢酗酒 喜欢打骂下属 最终张飞也是身受其害